上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 从兰塞起行,经过苏格 在巴黎喜分,那边就过红海 接下来到了玛娜,玛娜发生什么事,大家要提的吗? 睡了,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玛娜就是苦的意思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树丢在水里 接下来到了乙林 乙林有什么东西? 有很多中数,有十二谷水泉 然后接下来到 十二是完全的意思,三乘四 三是指三一神 四东西南北,就是指受造者 三加四是七,所以一周有七天 是地上的完全的数字 三乘四,三跟四乘在一起 就是神跟我们调和了 神跟我们合而为一了 那就是十二 所以十二是天上的完全的数字 好 接下来他们到了汛的旷野 在那边,神降给他们玛娜 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都靠吃这个玛娜 过活 最后他们到了西乃山 西乃山这个地方 当初摩西他看到那个烧蕉的荆棘 就是在这边看到的 那时候是神的山,又叫做和列山 和列山就是西乃山 神那时候给摩西一个罩头就说 有一天你会带着以色列百姓 在这边来敬拜我 这个是在中国什么时候呢? 这是大概祖前1445年左右 就经过从圣经里面的年代这样推算过去 大概是中国的商朝的中叶 很遥远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大批人到了这里 西乃山 这个是传统上认为说 可能是摩西那时候跟神会念的那座西乃山 可能在这里 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因为前面有够大的场地 让一个一两百万人在那里 那这个是西乃山 神就在山上,向灵,向他们显现 那时候百姓不敢上山 这次有摩西,神上山,这是西乃山 然后,神那时候对方说 百姓为什么不敢上山? 你们怎么都不会问? 怎么都不问? 你看到这么可怕 雷轰,闪电,地震 对啊 今天如果一个地方火山爆发,你敢上去吗? 那时候,神降临非常可畏 对啊 可是他现在却喜欢跟我们那么亲密 对,所以要 好,我们来读 想要帮我们做 好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这个是神说的 神把这些以色列人好像鹰 他说好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给他 在这个场景里面,神就要跟他们立一个约了 好像我们结婚一样 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然后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 英文怎么说? Now, if you obey me fully, and keep my covenant then out of all nations, you wi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属我的子民,这英文说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是我所珍爱的宝贝 Although the whole earth is mine, you will be for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and a holy nation 中文跟英文这里,翻译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有不同的版本 中文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然后英文是说,虽然全地都是我的 但是,你却要成为一个a kingdom of priests, a holy nation 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所以,以色列百姓要从万民当中,被神挑出来 叫做拣选,分别出来 成为一个来侍奉神的一个国度 所以,这是一个对照 好像Ruby问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单单对以色列人特别?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当初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我都不懂 没有关系 这常常人问的问题 就是,可能从一个没有去了解圣经理教会来说 就是,他一开始是 就是,最早是你看法一成为,他一开始就在 然后,不管是在电影上 然后会学他精神上 会说就是,他My people 在这个时候,他好像是在其他 带着这些人的 然后,可是最开始就说 诶,那全世界的人不都是神创造吗? 对 大家都是 对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会单一的 好像说My people 偏爱他们 偏爱他们 对 我觉得这是我一开始 对 这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以前我对犹太人不是很好感 我觉得上帝偏信他们 那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之前 一定会这样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some how 可以回答你一些 就是,把以色列人mark出来 做一个sample 让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 别人是何等的不圣洁 而他们活出来是何等的圣洁 是这个意思 那真正落实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身上 在现在 因为上帝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可以把我们所有这种负面的情绪 都帮我们医治了 对不对 那你看 这个人是不是比较 感觉上比较神洁一点 对 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们是祂的宝贝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其实金山银山都是神的 对不对? 这些矿啊什么的 通通都是神的 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 还有宇宙 那么多的星星 都是神的 可祂最宝贝的是什么? 是我们 因为是how much it cost 祂儿子的命 所换回来的我们 所以我们对祂是多么的宝贵 多么的宝贵 OK 所以 你看到说 my treasured possession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在神的眼光中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 这些以色列人 你看到后来他们的一些反应 那些表现 实在是会让人摇头 对不对? 但是神还是说 他们是祂的宝贝 今天我们更是神的宝贝了 因为用祂自己的宝血所买的 所以这时候神就跟他们立约了 立约之后 祂就给摩西十条诫命 这十条诫命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读一下 从这个眼开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节字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 不可望称耶和华里神的名 当之也恩习律所义顺义 当受不可,不可杀人 不可见义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福杯牛驴并拿一切所有的 这里有十条诫命 这是所有律法里面的总章 这是它的最基本的条目 接下来,就这十个诫命 会再讲得比较细 最主要就是这四条诫命 是基本的原则 前面四条,是向着神,跟神有关的 后面六条,是跟人有关系的 我打插一下 马丁路德这个名字听过没? 马丁路德这个名字听过没? 马丁路德说这十戒里面 有一条是最难守的 你们猜是哪一条? 马丁路德自己承认 嘿嘿,猜猜看 他说有一条,他真的是很难做到 也是,安息日 什么是安息日? 安息日就是礼拜六 所安息日,就是那天 神规定他们,一切的功都不能做 那天就要休息 不是礼拜天 不是 礼拜天,直到新约的时候 因为主耶稣是在礼拜天复活 他礼拜六,是在坟墓里头安息 他们七日的第一日,是我们的礼拜天 七日的最后一天,是礼拜六 所以礼拜六是安息日 所以礼拜六,你现在如果去到犹太人的会堂 他们没看到礼拜六 他们就会在那边聚会 安息日,他们都要休息 这个休息 所以,为什么现在一个礼拜七天 就从这边来的? 礼拜天,又是下一周的第一天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就安息日,就不做工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不仅他们不做工 而且他们的福贝,牛羊,都休息 所以神让他们有一天可以休息 不要这样子吹赶他们 让他们在每天都这样子也不得安息 所以这个是说,神让他们守安息日 那天专门的来亲近神 恢复这个灵性 那不可忘成耶耳华女神的名 就是说,神的名不可以随便拿来讲的 甚至于开玩笑,这些都不行了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讲到神的名字 都非常的敬畏 敬畏 所以他们读到圣经里面 讲到耶和华这个地方 他们那个字都用主来改 取代 免得说,忘成耶和华神的名 那你让他继续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他觉得最不容易做到的 你绝对想不到 第十节 第十节 因为前面都好像是可以表达出来的 对不对? 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 是吗? 对 可是第十节 贪恋是在里面 了解 好 那十节是写在什么地方呢? 在圣经的 出埃及记的第几章 十九章吗?二十章 对 圣经里面第二 就是我们思想里面的 因为他是说到贪恋 对 对 加了 嫉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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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贪恋 非分之想 所以思想 他这个针对的是思想 好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如果看到妇女 就顿迎面了 所以新约的时候已经都 每一条都是在思想里面 你如果看到一个女的 你就开始动迎面 你已经跟她犯奸淫了 还有就是说我很讨厌一个人 我看了他就希望他不存在 对 这个就是杀人 仇恨就是杀人 已经在思想里面杀他了 所以现在新约是整个浸透到灵魂体的里面 所以需要主耶稣来住在我们里面 你这些戒条 是没有办法约束到我们的思想的 所以大家 如果你翻一下 从21章 《出埃及记》21章开始 他就有一些诫命 20章是讲到十戒 对不对 然后21、22、23 你就看到一些 detailed 他讲到一些规条 就好像是法律一样 那时候以色列人几百万人没有法律 所以这个神等于给他们 好像给他们一些法律 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然后要怎么样怜悯穷人 你借钱给他的话 不要跟他收利息 然后你跟他拿那个抵押品的话 还不能留在那边过夜 因为他说他只有那件衣服 他们那时候很穷 他说 我把外套给你做我的抵押品 然后他说 你晚上一定要把那外袍还给他 不然他晚上要拿什么盖 盖在身体睡觉呢?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后面这几章 我们就看到 他主要是讲这些事情 所以在十戒里面 不是,在旧约的这些律法里面 其实可以说 除了刚刚上面讲到说 有向神的一方面 有向人的一方面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也可以把它分成 有的是跟道德方面有关系的 有的是跟敬拜神的一些条例有关系的 宗教方面 那十戒里面多半是讲到这些道德方面的 所以道德新约 这些十戒的精神,原则 我们还是要维持的 或者我们说 十戒就好像大宪章,好像宪法 那将来那些零零种种的 拉拉扎扎的 又加上犹太人 他们后来自己加上去的 总共就有613条 从这个十个原则的大原则的大宪章 发展出一些很多的戏目 总共有613条的条令 或者说是法规 他们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妥拉 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 这613条叫做妥拉 ok 十条诫命里面 我们原则上都keep 只有第四条 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 因为这是跟敬拜神的规矩是有关系的 到了新约的时候,就 凡是跟敬拜神的那些条例,献祭 还有一些什么,这些东西 到了新约都被取代掉了 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了 在新约,主耶稣说,祂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之后 然后我们信靠祂 我们进到一个真正的安息里面 所以当时的安息日只是一个象征 所以凡是那些象征的东西,到了新约 因为这个真实的主来了 所以我们就不在守那些条例了 里面关于那些象征的东西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会幕 这从第24章开始以后 25章以后 25章以后,就开始都在讲这东西 他怎么说呢? 书爱奇第25章第8节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很 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意 因为神祂不是要只是住在高天上 祂愿意住在祂的百姓当中 那怎么样可以住在祂百姓当中呢? 要给祂造一个圣所 造一个圣所 这个圣所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会幕 它外面有一个洗酌盆 在外面有一个房祭坛 这个地方,我先pose 一下 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 天使说,要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以马内利 主耶稣他除了叫耶稣之外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 以马尼尔 以马尼尔,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神与人同在 主耶稣来的就是神住在人的当中 与人同在 这个会幕就是在象征主耶稣 因为借着这个会幕,神就住在人的当中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有讲到说 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风风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的肉身,就是神的话,神的肉身 就是耶稣 祂说,住在我们当中 原文是说,祂就支搭帐木在我们当中 所以主耶稣来,好像就是这个会幕 真正的实现,在神的计划当中 所以你看到这个会幕 这个会幕,它有一些特色 跟主耶稣是蛮match的 这个会幕,他们就在前面有敬拜 上面有个云柱 当他们会幕立起来之后 会幕上面就有个云柱 神的云柱就彰显在这个地方 晚上的云柱里面有火 然后前面这个是梵祭坛 梵祭坛就长那样,是用铜做的 他们在上面,就是献牛献羊 然后在上面烧了,烧的时候就献给神 梵祭坛,在诗篇里面有曾经提到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我要谈情称赞你 所以诗人,他最喜乐的就是来到神的祭坛这里 他讲这个祭坛,就讲这个凡祭坛 另外呢 耶和华是神,祂光照了我们 以当用神所把祭坛拴住,迁到坛脚那里 我们看到这个坛四周有四个脚 四个脚,所以他们会把祭坛 要宰杀的祭坛,就牵过来 拴在那个坛脚上面,能让它跑掉 然后把它宰杀 这边这个经文就讲到说 神啊,当祂光照了我们之后 我们礼当,就把祭坛拴住,迁到坛脚那里 这什么意思啊? 祂光照了我们之后 我们为什么就把祭坛拴住,迁到坛脚这里 这两句话,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这个用在我们身上,就是说 当神光照了我们之后 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我们就是这个祭坛 然后,坛就是奉献的地方 所以祭坛是预表什么? 就是预表十字架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献祭 凡祭坛在属灵的含义里面,是预表十字架 那个绳索是什么,知道吗? 这个绳索是铜的呢?还是铁的呢?还是绳子啊?还是什么? 这个绳索是什么做的? 这个绳索,圣经里面讲叫做 是神的爱 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们 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也都死了 并且要我们从此活着 是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是出于神的爱 神的慈神爱所把我们拴住了 所以我们甘心喜乐的,把自己献给祂 所以祂是预表十字架 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洗桌盆 洗桌盆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这也是同座的 祭司在这个地方,洗手洗脚 为什么? 就是祭司进会幕或者献祭之前 一定要先洗手洗脚,以免死亡 所以在祂的意义上是什么呢? 就是神用祂的话,洁净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有相交 所以每次,祂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一定要先被洁净 我们跟神的交通是因为主的保险 但是神也用祂的话来洁净我们 对,对,对 那个,你秀一下方便吗? 以弗所书 好,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第二十五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基督是怎样的爱教会 那个爱的程度到什么程度 为教会舍己 就是负上他的性命 而且呢 舍己了之后 要用水借的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教会就这样子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这就是新娘子了 新娘子的礼服是那么的洁白 没有一点点的斑点 也没有一点点的重 圣洁没有瑕疵的 重点是在第二十六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你知道在原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他怎么样的把教会洗干净 他要用他话语中的洗浊盆 这是他的原文 所以为什么看了洗浊盆的时候 主要提到这节经文 我们看二十六节 to make her holy cleansing her by the washing with water through the word 这个是NIV的翻译 但是在原文里面 他是说 他怎么样让他捷径呢 就是用神自己的话中 这个话的中间 这个话的里面有洗浊盆 所以我们多读神的话 我们的灵魂就会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干净 比方说 我们这个天然人天生就是会忧虑 为什么我们会忧虑 因为我们的祖宗 亚当夏娃 选择了那棵知识善恶树 知识善恶树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自己负我自己的责任 我所有一切的成就都是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达到 那自己潜意识里面也知道自己是有限的 潜意识里面也知道人家也是很很棒的 所以常常有一个不确定感 一个不安全感 充满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的去忧虑他 还有呢 这个外在的环境瞬息就变 就是外在的环境 这种变化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深很深的忧虑 对未来 甚至对明天 对下一步 那怎么办呢 读圣经 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 而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 所以他的话是安定在天的 所以当我们多多的读了他的话一阵子 你会感觉到你的心越来越有把握 你的心越来越笃定了 这个把握 这个笃定 不是出于我们的自己 而是神话语中的洗浊盆 把我们的那些污秽 或忧虑、重担、挂虑 对未来的恐惧 对未来的无法掌握 这些都是叫做污秽 都把它洗净了 那没有污秽了 然后也没有皱纹 一个衣服洗得很干净 可是还没有烫啊 就会有皱纹 对不对 还是不好看 对不对 不能叫做礼服 所以刚才那个小C说 有一股温暖 热起来 不只是心热了 连身体都热了 主把你一些皱纹给他烫平了 皱纹也讲到老化 我们深皱纹了 对不对 他讲到就是说不平 还有老化这方面 这个废墓本身 它外面有几个遮盖 它有好几层 最下面那层是用细麻布姿的 然后第二层是用羊毛姿的 第三层是公羊的皮 不是姿的,就是皮 把它染红了 最外面那个是海狗皮 最坚固的,最丑的 你要想说,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海狗 那时候,他们会有这个材料在边缘 因为他们可能要做帐篷用 那个海狗皮,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很坚韧 很坚韧,所以它在矿野那种 比较严苛的环境 它就可以保护底下的东西 但是它外表看起来黑黑的,不怎么好看 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灰墓是预表什么? 预表耶稣 因为神与人同在 所以,这个海狗皮在这个地方 就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就是没有加形美容 没有很加美的形象 人家看他快五十岁了 实际上他只有三十岁 他在一个马巢里面出生,做一个木匠 所以,人家看他不起眼 就像这个海狗皮的会幕一样 非常不起眼 但是,他里面什么?里面金碧辉煌 里面是充满神的荣耀 就是里面 为什么要染红? 那个公羊皮,为什么要把它染红? 下面 没关系,这边有看到红的 它这个是刚好切开来的 红 他这个 养到主耶稣的保血 羊是代表那只戴罪的羊 它这每一层都有意思 但是我们这边就不细讲了 然后就像你看,这里面有什么呢? 它这里面分成两个部分 外面这个叫做圣所 Holy Place 里面这个叫做自圣所 我们NIV 说 The Most Holy Place 有的版本翻成Holy of Holies 圣中圣 这个自圣所 自圣所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里面有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约会 约会是什么样子呢? 约会是这样子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画的方式 上面有什么? 这个叫做私恩座 上面的盖子叫私恩座 就是神的宝座 还有两个基督伯 什么叫基督伯? 就是天使 因为天使有各种不同的天使 这种天使叫做基督伯 是遮蔽神的私恩座的 就在神的宝座上的两个天使 用翅膀这样展开 这是遮蔽这个私恩座 然后神怎么对摩西说? 祂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又要从法会私恩座上 二基落伯中间 和你说 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法会就是这个约会 英文叫做Arc 神会从私恩座这个地方 跟摩西说话 接下来,你看把这个盖子打开 有什么呢? 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个是法板 就是那个十戒的那个板 放在这里面 另外,有一个金罐子 里面本来是放马拿的 神吩咐摩西说 就把这个马拿放到金罐里面 也放在这个柜里面 另外,还有一根帐 是亚伦巴牙的帐 这以后我们会看到 亚伦的那个帐 后来长开花巴牙 结果,结了性果 对 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要质疑他们的权柄 你们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子 自己把自己工作是祭司呢? 后来,神让亚伦的杖花牙 让以色列人不再对这个问题 产生法医师 知道说是神亲自拣选的 不是他们自己立他们自己的 至圣所,不是平常人配进去的 连祭司也不是天天进去的 大祭司只有一年才进去一次 祭司会天天在圣所里面 在那边做一些处理很多事情 他们有好选 祭司在那边点灯 在那边弄饼、烧香 但是至圣所,平常都没有人进去 只有一年才能进去一次 这个基伯来书9章7节这么说 至于第二层帐幕 这个基伯来说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没有不带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以色列人一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 是他们的7月10日 这一天,大祭司才进去 进去是为百姓、为自己赎罪的 而且进去要很小心的 不小心的话 就击伤了 因为那是神荣耀的地方 带着祭司的血 带着祭司的血 在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 有一个帽子,把这两个隔开来 第二层帽子,第一层在大门口这边 这个里面这个帽子 这个是后来耶稣时代的圣殿 刚刚那个会幕 等到他后来到了所罗门时代的时候 他就把盖了一个大的圣殿 来取代这个会幕 规模比荣耀的规模大很多 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圣殿 那是希律王盖的 他这里有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就是隔开至圣所 里面是至圣所,外面是圣所 圣所里面也是有一些金灯台等等 但那时候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断起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忽然殿里的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弹石也崩裂 那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曼子就裂开了 而且是从上面到下面裂开的 如果人要把它撕裂的话,这很难 因为它那个东西很厚的,撕不开 就算真的要撕裂的话,也从下面往上裂 但它却是从上面往下 这表示说,这个曼子神把它撕开来的 撕开来之后,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人就直接可以到了至圣所里面 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么说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这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曼子是代表什么? 代表主耶稣的身体 所以当主耶稣的身体被钉,也被撕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去 这是主耶稣,祂为我们成就的一件伟大的工作 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受敬 这是大家知道了,已经知道了 另外一个就是领圣餐 有的教会叫做薄饼 就是把这个饼这样掰开 在圣餐的敬拜的聚会里面 就是有小杯子装的葡萄酒 这是代表耶稣的血 因为耶稣是用祂的血,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 所以新约是用,不是牛羊的血 新约是耶稣基督自己流的 无瑕无痴的,高羊的血 跟我们立约 还有呢,这个旁边一块饼 主持聚会的人,他们就会说 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了 为我们剥开,为我们舍了 所以他就会把那个饼这样子捏碎 然后传给大家,一人哪一块 这是圣餐的聚会 在圣所里面,我看有拿了几样东西 有一个金灯台 这个金灯台是长这个样子的 总共有锡根,锡个灯做 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怎么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这个金灯台是象征 是预表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祂是世界的光 接下来那边还有一个叫做 橙色饼的桌子 橙色饼的桌子上面有好几层的 也有摆成是这样子的 主耶稣那时候,就上面这个叫橙色饼 bread of the presence 就是神面前的饼 摆在神面前的饼 God's presence 神的同在 所以,刚刚祭司在吃这个橙色饼的时候 他们在享受神的同在 所以有的教会把这个橙色饼翻成面饼 那个面不是吃面的面 那个面就是face 在上帝面前的饼 而且犹太的传说是说 这个饼,你摆了几天 他一个礼拜换一次 但是等到一个礼拜完之后 他们把那个旧的饼收下来的时候 给祭司吃 那饼还是温热的 这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些神迹 主耶稣在约上,就给祭司吃了 对,给祭司吃了 所以后来那个叫做谁 那个大卫有一次逃难的时候 他说,祭司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 祭司说,只有橙色饼 不过,橙色饼本来只有祭司可以吃 那一次,他就也给大卫吃了 所以后来主耶稣说 跟从大卫逃难的人也吃了 所以主耶稣后来也引用那个例子 就是说,神其实是喜爱连去人 从过这些手,这些规条的 主耶稣在地上他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二 信我的永远不可 这也是在约翰福音 刚才那个世界的光也是约翰福音 这个生命的粮也是约翰福音 所以这个也是预表到耶稣 所以当你进到圣所里面 左边那个灯,是预表耶稣 右边这些柄也是预表耶稣 中间还有一个叫金香盘 金香盘是烧香的地方,长不一样 这个烧香跟拜拜的烧香的意思 完全不同 你看烧香是什么意义呢? 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说 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精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所以在神的面前烧香意思就是代表祷告 烧香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烧香 这个香跟我们华人在庙里面的一根一根的香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样子的 因为金香盘在这,对不对? 那个香是这样子,像粉末的 粉末的,不是一根一根的,粉末的 所以当他把这个粉末放在炭火上面的时候 就会发出香味 他手上也有拿香炉 所以有的是用香炉在这边敬拜神 那圣所里面也是有的金香坛 也是另外有这个烫火的地方 这个香子怎么做出来的,也非常有讲究 它需要有至少四种成分 而这四种成分的比例,也有一定比例的调配 那这四种成分就说出了主耶稣的死 跟主耶稣的复活 所以我们要跟上帝祷告 第一,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死 跟主耶稣的复活 那第二,我们也要去经历到主耶稣的死 跟主耶稣的复活 了解吗? 比方说,你还是很关心你妈妈还没有去教会 对不对? 那我们也常常花很多的时间 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 那种忧心、那种迫切、那种焦急 这个就是跟主耶稣的死有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一件事情征战 像我们最近还在为那个counsel 祷告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会刁难人的consel 到最后一步,还在那边偷偷拉拉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主耶稣的复活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祂是伟大奇妙神 祂创造天地跟万有 祂是瞎子看见事 龙子听见事 瘸子行走 要认识我们是这样的一位神 而且主耶稣祂的名 祂复活以后的名字 这个尊贵的名字超乎万民之名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复活的香气里面 献上我们的祷告 这是一种征战得胜的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的形式是有很多种的 当然有的时候,像我们全部都放松下来 全部都安静下来 我们向主唱一首爱的诗歌 那这个香的里面是充满了爱 香的成分里面有一种就是充满了爱 天主教是比较讲究这个疑问的 你现在到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去 还是看到神夫人 常常拿这个香籽转来转去 又冒烟,就是这个 他们用物质的东西 但是神所要的是心灵的 从心灵发出来的 在新约的故事里面 有个施洗约翰 施洗约的父亲叫撒加利亚 他有一次,他就是按着规矩 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事 所以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烧香的 路加福音,前面 那时候他就进到殿里面去烧香的时候 天使向他显现 那时候天使就站在香坛的右边 所以那时候他作为一个祭司 他就是需要进去烧香 不过他不是大祭司,他是普通的祭司 轮班,轮到他 我们看大祭司 大祭司是只有一位 祭司有很多,大祭司只有一位 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 大祭司可能是他家族里面的长子 圣经里面,对于他的大祭司的穿着 很有讲究的 他要穿一件这种背心,叫做以弗德 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专用名词 以弗德,是看起来非常荣耀的 里面那个线里面还有金线 有金色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白色的 里面有金子做的金线 金子代表神,蓝色代表属天 红色的代表主耶稣的血,代表救恩 白色的代表圣洁 里面有一件蓝色的外袍 这里面是白色的内袍 然后,很重要的是 中间有一个,挂一个胸牌 这个叫做决断的胸牌 这个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 每一个宝石上面,是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 所以,这个祭司,胸前要带着这个十二块宝石 意思就是,把以色列的百姓放在他们的心上 大祭司要常常把以色列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 为他们带祷,为他们守望祷告 今天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祂把祂的百姓,祂的儿女都放在心上 然后,这个胸牌,它是两层的 里面有一个夹层 夹层里面有放的两个东西 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灵 乌灵是光的意思 虽然中文把它看成乌,它是会发出光来的 土灵是perfect,是完美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叫乌灵土灵呢? 到现在的人已经不知道了 因为大祭司的这个衣服,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这个是用来决断用的 就是说,用来求问神的旨意所用的东西 中国人不是有那个寡规,就是那种 模仿跟神 他这个东西,就是好像 你在里面拿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旨意到底是还是不是 所以,乌灵一方面 乌灵好像是讲到,就是讲到no 那土灵是yes 所以,大祭司是靠乌灵跟土灵来求问神的旨意 但今天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对不对? 我们可以问里面的主 另外,他的肩膀上有两个红马脑 左边跟右边一个 他这红马脑,上面一边各刻上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所以,大祭司一方面把以色列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 一方面也放在他的肩头上 他来负他们的责任 然后承担他们的责任 所以,大祭司最要紧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代祷 今天,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常常把我们家人放在我们的心上 也放在肩膀上 也放在肩膀上,为他们祷告 一个教会里面的,不是神的人 他常常要把这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放在他的心上 放在他的肩头上 这就是在承担一个祭司的角色,祭司的责任 接下来,他上面有带着冠冕 冠冕上面有一个金牌 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 然后,也要带 这个是大祭司的衣服 这个是神给他们的规定之后 接下来,他就把这些十条件 写在两块法板上面 是神用纸头写的法板 那为什么是两块呢? 为什么两块? 有人就想说,两块是因为这个十戒太多了 一块写不下,就用两块写 不是 因为这是约 约一诗都要两份 对不对? 两方一方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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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块板子是一模一样 对 一块是神这边,一边给以色列人 但是这两块板子是两面都写的字 那时候就拿下去了 因为立约 神就把这个约交给天使 天使再交给摩西 天使是多数的 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 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中保就是摩西 中保就是摩西,他是中间人 结果呢? 百姓见摩西,言辞不下山 因为四十昼夜了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儿 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这已经犯了第二条了 亚伦竟然这样回答 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 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 这是从那个埃及得到的 埃及人希望他们赶快走 所以就给他们一堆金子 这个也是报偿他们 那么多年在埃及做苦工 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注了一只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亚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对 那是白痴 白痴急了 埃及人他们拜公牛的这个样子 所以以色列人在那边卢木然 很显然的说 因为他们现在讲到耶和华 眼睛看不见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 来代表耶和华 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拜 说以色列亚 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这个应该是亚伦吗? 穿白衣服的 可能是 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守洁 在那边欢呼 思合跳舞 左边山上那个是摩西 摩西下来的 在哪? 左边没有看到 左边是那个 左边 摩西 摩西,所以拿着这个牌子 约书亚 他的助手约书亚 发现是谁人在干嘛 约书亚说 打仗了 他说不是 是人吃喝快乐的生意 因为神跟摩西说 你们赶快下去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败坏了 束束了偏离 他所吩咐他们行的 摩西安静迎前 就看见牛堵 又看见人跳舞 便发裂路 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那为什么要把板子摔碎 约破裂了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守这个约了 这两块板子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就把这两块板子摔碎了 太快了 然后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堵 用火焚烧磨的粉碎 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你看摩西明气到不行 对不对 还叫以色列人喝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愤怒 接下来 他就责问亚伦 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 你禁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求主不要发裂路 这百姓专于作恶 是你知道的 他把责任怪的百姓说 他们对我说 你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 这牛堵便出来了 就属灵的领袖瞎眼 有这种事吗? 金环丢在火里面 那牛堵就自动跑出来 这根本就是推脱之词 因为他前面说到 这牛堵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 所以明明是他们自己把它做出来的 像太书一章十节 保罗说一个神的仆人要怎么样 我现在是要讨得人的心 还是要得神的心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亚伦的失败就是他怕人 真言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义得安稳 亚伦那时候受到这种压力 peer pressure 同彩的压力 所以他就被迫做出一些 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怕人 但是做一个神的仆人的话 要不怕人,只怕神 但是亚伦失败了 但是有一些人有胜了 立位失败 那时候摩西怎么样? 摩西看见百姓放肆 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 这是灵界的事情 或者也是在物质界的 旁边的那些周围的列国 都看在眼里 就站在迎门中说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立位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 摩西就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的 你们个人把刀跨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 并灵射 就是立位人要代表上帝来执行审判 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 他要杀他的弟兄同伴和民舍 所以他等于是要六亲不认 六亲不认 立位的子孙就做了 因为这件事情 立位的命运后来 立位自派的命运后来有很大的改变 立位他最早的时候 他跟他兄弟叫西勉 跟他哥西勉 曾经屠杀了四建城的男丁 立位是老三 西勉是老二 那为什么这两个兄弟杀了四建城的男丁呢? 因为四建城里面那个城主的儿子 强暴了他们的妹妹 独生女 抵拿 结果这两个哥哥要报仇 就把整个城里面所有的男丁全杀了 这件事情让雅各非常的不满 他在临终的时候 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 对西勉跟立位不是祝福而去咒诅 为什么? 他说西勉跟立位是弟兄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谋 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称怒杀害人命 任意砍断牛腿大惊 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奏 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奏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 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这两个支派后来在进到江南地之后 他们都分散开来住了 不是像其他支派有一块完整的地 因为受了雅各的咒诅 因为这两个兄弟 他们性情残暴 就是他们天然的个性 但是一个残暴的个性 后来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之后 他们就用来击杀拜金牛的人 所以因为他们后来起来 站在耶和华这边 击杀那些拜金牛的人 后来当摩西临终的时候 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 立位得到的祝福是什么? 他说 耶和华啊 你的土民和乌龄 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 你在马萨曾试验他 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 他论自己的父母说 我未曾看见 他也不承认弟兄 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 谨守你的约 他们要把你的典章教训雅各 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 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 把全身的繁祭陷在你的坛上 求耶和华降服在他的财物上 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 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 愿你刺透他们的腰 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这里红字的这一段,特别是讲到 在他们起来杀金牛犊的 拜金牛犊的那些人的事情 他就是六亲不认 他遵行神的话,谨守神的约 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 摩西为他们祝福 前面有提到说 在马萨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 这些神都在试验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在这两个地方都失败了 因为他们就是争论,没有水,在那里试探神 但是在这边提到立位 他讲到说,你的虔诚人 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 在马萨跟米利巴,立位人的反应怎么样 但是从摩西这段话看起来 可能立位人在那个事业里面站住了 他们没有跟他们弟兄起来试探神 没有跟他们弟兄起来争闹 所以后来当以色列人,因为十次顶撞神 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到迦南 那一代人全部都死光了 只有两个人,迦勒跟约束亚可以进去 还有下一代的 但是,其实圣经里面,除了迦勒跟约束亚之外 立位整个支派都可以进去了 立位支派没有倒闭在旷野里面 你后来知道,倒闭在旷野里面都是那些兵丁 不包括立位人 所以立位人的那些,像以利亚撒 那些大祭司 都是跟着约束亚,还有迦勒一起进到应许之地的 所以立位人在这些事情上头,他们为神赞助 为神赞助的结果,神就把服事神的责任交坡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可以把典章教训雅各,把律法教训以色列 把香焚烧在神的面前 所以他们后来,虽然是被分散开来 但是,它分散开来是一个正面的意义 在各个支派里面,教导各个支派来认识神 所以神就拣选立位支派服事他了 你使立位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罗面前好服事他 替他还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一切投身的立位人要归我 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都归给神 但是,神就用立位人来代替他们,归给神 那时耶和华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 抬耶和华的约会,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 因为立位人说,好早没呀 他们都有产业,都有奔道约徒利 我怎么没有呢?神说不用 祂说我是你的产业 所以这是更好的 所以立位人的生活命运是跟上帝连在一起的 所以其他的支派,他们要把他们的出熟的物 就是最先成熟的那些麦、小麦、大麦、水果 还有这个十分之一,都要给立位人 这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立位被神分别出来 立位有三个儿子,格圣哥俠米拿利 哥俠后来又生了几个儿子 其中暗兰生了摩西跟亚伦 亚伦的后裔,神就简捲他们成为祭司的家族 所以祭司都是从亚伦的后裔来的 其他的这些人 立位其他的这些后裔,是成为立位人 立位人就是来服侍祭司 帮助祭司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服侍神的 以色列其他的支派 要把他们的十一奉献给立位人 立位人把他的十一奉献给祭司 立位被神分别出来之后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生亚十一个支派 但是神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各成为一个支派 所以这样加起来,又是十二个支派 所以本来那个长子的产业,是由流变长子来得到的 可是流变到后来,就是跟雅各的妾 就是说跟他爸爸的妾 这个是另外一个支派 上床 所以他因为情欲胜不过的缘故 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结果约瑟,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我们非常的敬佩 所以耶稣把流变长子的名分取代了 所以他得到双分,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 变成两个支派了 所以从立位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lesson 立位他的天性是长暴的,喜欢杀人的 但是后来当他这个个性,他把他交在神的手中 为让神来使用的时候,结果就成为祝福 他起来了,对付那些拜金牛的人 后来他们成为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是在干什么? 在那边宰牛,宰羊 那个祭司都叫杀牛杀羊,要献祭 所以立位人,他的talent就被用来服侍神 本来杀人的,现在杀牛杀羊 当其他的支派,当其他的老百姓 他们爱神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非常的丰富 就说,人对神更多的奉献 那立位人就一样的非常的丰富 但是当其他的人的灵性低落 他们抛弃神的时候 他们不再为神奉献,任何的该奉献的时候 立位人就饿了 所以当神饿的时候,立位人就跟着饿了 所以到后来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 很多立位人就只好再回去种田了 因为神的会幕荒凉了 你看神给立位人,祂其实是丰富的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给十分之一 所以立位人的平均的income 应该比其他人要多一点 而且都是献好的,献投身的,献出手的 所以神为立位人,预备是更好的 但是今天有的教会就是说 牧师传道的薪水不能超过弟兄姊妹 这个跟这个原则是相反的 因为,后来以色列人 他们就是一月出埃及 然后二月份到了迅的旷野 他们三月抵达西乃山 接下来,神跟他们立约 然后摩西就上山四十个作业 就领寿,知道会幕要怎么样死 在这四十天当中 以色列人就等半天等不到摩西 他们就开始拜金牛毒 拜金牛毒之后,摩西一下来就对付他们 对付下来之后,神本来要除灭那些人 以色列百姓说,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族 但是摩西就说,求神赦免他们,为他们带求 所以摩西又上山了四十周也,为他们带求 拜金牛的死了三千个人 另外还有一两百万的人在那个地方 神本来就说,不要他们了 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所以摩西就为他们带求了 他说,宁可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车上涂抹 求你还是要怜悯这些百姓,带他们进到加拿地区 他为什么对这些百姓感情这么好? 他们都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 没有水喝的时候 因为他顾念的是上帝的荣耀 他说,上帝啊,你这样子用十个神机 甚至红海裂开,变成干地 列国都看得清清楚楚都知道 但是今天,你如果在旷野里面把他们全部杀光了 你没有荣耀了 那些列国就会说,你有能力把他们带出来 但是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到加拿美帝去 所以神啊,你要顾念你自己的荣耀 所以祂无私啊 不然的话,像另外的人的话 噢,我的后代,那最好了 我的后代变成神 treasured possession 变成祭司的国度,变成圣洁的国度 那多好啊,祂没有这个私心 所以我们发现到,做神的仆人 第一,不要怕人 第二,要顾念人 祂顾念神,就是顾念这些人嘛 对不对?不能够有私心 保罗也就是这样 所以旧约一个摩西,新约一个保罗 当然旧约还有其他的人 尼西米,以色拉这些人 保罗也是这样说 他说,我为我的骨肉之亲 就是与基督隔绝,我都愿意 一直又说,如果他下地狱 然后能够换以色列人得救 他都愿意 就是有个无私的爱 出爱及记讲到,摩西上山两次,四十咒业 生命记第九章、第十章里面 好像可能还多一次 三次 我们不晓得到底两次 前后三次,应该是三次 不晓得 Anyway,有可能三次,有可能两次 圣经里面说 摩西在耶恩华那里,四十咒业 也不吃饭,也不喝水 这个超自然的 不然会死掉的 四十天都不喝水的话 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戒 写在两块板上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这是摩西第二次 第二次重新再把两块法板重新带下来 这是第二次 结果那时候有个现象 摩西的脸发光 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就很害怕 所以后来摩西就用帕子把它遮住 免得以色列人害怕 这个是讲到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如果说,常常跟神在一起 像摩西的时候,四十咒业在神的面前 他都会被神改变 圣经里面讲到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敞着脸看见祂的荣光 如同从祂的形象变成的 我们就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今天我们常常 就像我们刚刚唱诗歌敬拜 然后安静,安静 我们常常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这个人就会发出光来 不会憔悴 不会有皱纹 不会沮丧 却是有神的荣光 不需要买保养品 这是常常跟主在一起 我们这个人会被神改变的 个性各方面都会改变的 情绪各方面 思想的方式 所以,最后他们就建造会幕 到第二年的1月1号就立会幕 所以,从他们出埃及到他们立的会幕 是满了一年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内容 当他立他会幕的时候 神的荣耀又充满在这会幕里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一模一样 就是破碎的约,再重新再立 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发尽了 借着立为人 三千个人死掉了